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權報局》 好幾天見到大家 原本星期三,我以為有一個汪流熊節目見到大家 誰知原來跟台英來溝通班有一個特別節目 剩下那一集很重要 因為剩下那一集 差不多整個星期沒見到大家 市場就已經跌到一波一波了 整個星期的情況就是 這個星期一早上我還猜市場會破頂 而事實上市場在星期一真的破頂 而事實上當時買一些小柱 那時候經常說的 正股走 就拿回十分一、二十分一的錢 拿來玩衍生工具 搏上去 那貪圖爆炸力強 而且因為你本身 昨天儲買那塊錢少的話 你不做痛 但是星期一真的爆上去 而騰森 港加索那些真的爆到飛天 那時候來說 我都不覺得市場是健壯的 不覺得 我強調 而事實上來說 我見市面上 我的評論 其實已經開始多了 那些人出來說 市場開始危險 那我都說 單索升得高 我不會這樣 就會覺得市場是危險的 但是你從一個價值投資的角度 市場是否下跌 香港股值便宜不便宜 如果你對香港自己本身來說 近期股值當然是升得快 但是對於世界來說 暫時都是便宜的 所以我那時候 我禮拜一 我完全沒有感覺到市場是見頂的 壞消息有沒有 有 其中一個比較 第一下聞到一股氣味的 就是大陸的股市 已經在中央那裏開始 放了風出來說會收水 但是那時候 我就覺得 單從這個壞消息來說 市尾開始跌 我是不會送市跌的 升市莫股頂 但是問題 去到禮拜二就開始轉移點了 我記得禮拜二收市之後 都跟你們說 就是說原本 我一早加文章的時候 說市未正式跌穿 那個上升跌後 就是說綠色那兩條線 28843-28977 那個位置 你看到圖圖 那個綠色哈拉那兩條線 還未跌穿 市都還不需要害怕 原本禮拜一早上 我寫文都是這樣寫的 接著到禮拜一 收市後下來做財務台 就跟他們說了 現在的情況不同了 禮拜一的市長太急了 那些個別股票太恐怖了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就將那個 我就開始 騰訊啊 港交所那些 我開始害怕你了 接著就支持位來講 綠色 28800 28900 就移到上去29415 即是藍色打橫畫那條線 那星期一 上一次做節目 就同樣說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29415這個位置 跌遷了呢 就小心點 有個調整 那基本上來講呢 那市到第二 星期二呢 就跌穿過29415 但是那個時候 我都沒有確認過市 開始來了想的 坦白說句 因為就算我好像印象中 星期一跟他們說 要陰燭收視對穿二個市場 這樣在星期二的時候 都沒有正式對穿 痕子對穿了 好像印象中 旗子是沒有對穿 很尷尬 通常這些情況呢 痕子又對穿了 周視對穿了低位 旗子是沒有對穿 即是未做到雙重確認的動作 有一點尷尬 在這些情況下 我通常會看多一天的 結果來講到星期三的時候 那個市場真的確定了 確定了 堆穿了 29415 收視的也好 痕子也好 旗子也好 堆穿了 所以星期三 我錯過了一個節目 第一說 調整已經開始了 星期三的時候 我已經 即是星期三 我已經感覺到 市場開始來了 那 升市的時候 你不知道 但是當你升勢 升得這麼急的情況下 你不股頂而已 但是問題就是說 譬如 市面上最多人用那條平溫線 10天而用平溫線 黑色那條線 那時候一直在樓上 你不要想它股頂 你逢低撈 即是知道星期二 甚至上星期三 其實我都嘗試一下 等它靠近10天的位置 去找位置撈上去的 我正在嘗試做這樣 但是到星期三樓收視的時候 那時候確定到市場 真的撈穿了 走光 那個思維是這樣想的 慢慢來講 市面上就越來越多 壞消息出現 一開始一下 壞消息就是 剛才說過 大陸開始說收稅 擔心股市 和經濟的樣子 有點脫節 接著來講 香港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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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看到疫情開始 慢慢開始 從以往 封一棟大廈 慢慢就開始 變成封街 甚至封幾條街 你看到開始來講 疫情突然間 政府對待這件事 好像認真了很多 確實的速度 在某些地區 突然間很快 第三件事就是 美國那邊 美國那邊前 那個時候 聯儲局公布議息結果 令巴威爾自己都走出來 說到 擔心說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比想像中之中嚴重 擔心會中一步 影響到經濟 那美股就開始倒閉 還有如果大家有留意 在美股來說 就開始見到 近期 近這兩個星期 開始有一些股票 不是說一些特別 很基本因素的股票 但是來講 就升到飛 就是很瘋的 你有看就知道了 近這一兩天 是100% 一倍兩倍這樣升上去的 那昨天 甚至上是玩到 連一些行家 香港的行家也好 美國的行家也好 就不讓一些散戶去買入 那些股票 玩到這麼瘋了 你想想 那 散戶決戰大戶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就夾大戶夾到飛天 通常是說大戶夾散戶的 現在美國那邊是散戶夾大戶 是玩到好 那些股票 那就是你種種跡象 各樣東西顯示 那些股票 但是經濟不好 那些股票等著一個藉口倒下 技術上開始 真是向他跌穿支持 在升得急速的情況下 一定要走 那情況就是這樣 那說了這麼久 那現在什麼時候的事件底呢 那自從我星期三那樣市 前兩天 正式確認了市 向下對穿2945 其實是計 那時候我初步去想 那大約29500 我看市有沒有支持 我覺得那時候 正式對穿了2.45 我覺得那時候 市大約起碼跌到900至1000年了 那時候是這樣的 有這個思維的 我星期三 臨收市那時候 就有這個想法 臨收市 所以所有短線 看好的衍生工具 好轉走了 因為我覺得市 短線來講 應該很短時間來講 起碼會跌到900至1000年 看28500有沒有支持 還有就是說 沒有 那時候 因為我還是覺得 那個市 短短機會調整 調整完之後 還是會再上 再有能力破30萬點高位 我是這樣想的 直至現在這一刻 我還是這樣想著 所以來講 去到28500了 昨天看到28500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點點支持 那還不夠的 你不是這樣 一堆下去 因為你跌市的時候 你觀察那些支持 你不是在跌的時候觀察的 你就看它去到28500 就沒有一個明顯一點點的反彈力度 但是直至今天來說 你很明顯看到的情況就是 就是說 那個市 昨天 昨天 曾經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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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高開一點點 它有沒有能力 進一步 可以繼續向上升上去呢 如果昨天 市隊大約28500 今天 有能力 進一步 升上去呢 就是說那個市 趁機會 殺一點 好艙 再夾過 但是很明顯 今天早上 你會看到的情況 就是說 它撤高開一點點 是給人家機會出貨 期指,經常說,頭20分鐘的高低位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方法是判斷當天的走勢 今天來說,頭20分鐘的高位都沒有升穿過 你就知道事件反彈,空間是非常有限 向上彈的力度很少 隨之而後來的情況就是,向下跌穿了頭20分鐘的低位 沒有升穿20分鐘頂,跌穿頭20分鐘底 之後市場又插 在這些市況,你不能咬頸的,跌市惡股底 升市的途中,就是看支持 當支持跌穿了,你就一定要轉體探 反過來,現在市場是轉小看,跌市是看左力的 不是看支持,跌市是看左力的 不是看支持,跌市是看左力的 有沒有辦法升破 現在在跌市的過程之中 剛才說,原本我是想看看看28005 會不會有支持的力度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見底 但我要觀察28005有沒有支持的力度 到今天再看,沒有 什麼時候見底?不知道 市場比我想像之中趕得快和急 在這樣的情況下,跌市莫股底 看左力 左力來說,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灌亂左力位 最明顯一定的 之前是三萬點樓上的頂位,一定是一個左力位 這個應該是 任何一個稍為是體圖的,都會視之為一個左力位 技術分析要去想一件事 市面上最多人覺得的 左力支持是哪個位 大部分人都覺得那個位,那個位當然是重要 三萬點樓上最高的那個位 一定那個位都看的 那個位一定是左力 還有市場來講之前 去到三萬點樓上 接著插穿那些四輪來講 很明顯你看到市場的技術上來講 1月21日星期四和1月25日星期一 那裡出現了一個很短期的雙頂 接著插穿了2萬9400 接著昨天列口低下埋 無論用恆生指示圖也好 或者用旗指圖也好 有些時候開始出現一個倒形頂的情況 所有東西是差的 那你除了三萬點樓上 是一個比較明顯消息的阻力之外 那就是近期的阻力的 有些人就會開一些異同平穩算出來看 那我自己來講 個人來講 通常異同平穩算是用來幫助自己去判斷趨勢 居多的 真正的阻力支持位 是利用譬如異同平穩算 再配合陰陽燭的形態去找一些支持阻力的 而過市這一刻插路來講 你如果你要去判斷過市 有沒有機會見到一個支持他們到呢 至少要升穿上一個交易日的高位才好趕 行不行 即是說譬如今天來講 有沒有升穿昨天的高位 沒有 明天來講 明天星期六 下星期一來講 有沒有升穿今天的高位 二萬八千塊 一十六點 如果一日未升穿上一個交易日的高位 不要亂猜市見底 行不行 你問我 通常一般人會嘗試去猜市幾時見底 但是當市 去到 升到瘋狂地 短時間升得這麼急 一跌穿了支持 那一刻可以累得很厲害 這種情況 那一刻來講 你不要留下股股底 住 就是不需要急 就是你留下一些錢 去等一個比較短縮的高的機會 才做trade 那現在暫時我就在觀察中 那這一下來講 就是你真是要我去想的 就是我 我是怕那個市 動向國 要回到這個升市的起點 升市的起點 那升市的起點是什麼時候 大約五十天平均線 那就是一萬七千四 那就是一萬七千四 那時候就是今年年頭 開始 突然開始爆上去 就是從兩萬七千四 附近 開始爆上去 我擔心這個市場 怕真的有機會到這裡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總之 現在跌勢二成 我不會留點股股底 所以我暫時來講 我都是在觀察著 那總之就是 好艙的 我基本上沒什麼 坦白說,這鑽撞下來太急了,我自己都開不出鑽撞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好友來的,而我自己暫時覺得市是殺完這一陣 有可能有機會再向上突破創新高 所以市插得急,本身也是一個好友的情況下 這一轉來說,雖然我禮拜三臨首次覺得市開始準備拆 但我還是在減少好倉,而沒有主動去做淡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開始在等市去見到 既然我做淡倉,那就無謂在現在這些位置去做淡 除非市略為打彈上去,又沒有升穿上一個交易的高位 而見到它即使就開始出現股額 那我手行的話,可能會嘗試很少去短炒去做淡 行不行? 否則來說,暫時不會臨時去做淡 去看看它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個比較強小的支持 現在都還在觀察著 所以就沒有啊,暫時就先看著這麼多 那星期六日,可能我看新聞,就想想想市這期的跌勢 那看下星期一再跟大家去更新的情況 那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接下來就下星期一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支持,再見 拜拜